中美有协议也于事无补川普这运系,反川联盟起手无踪,G20峰会30日开幕中共喉舌党媒吹风中美贸易战,有机会缓和但美国CEO分析有协议也于事无补,一旦北京不履行承诺贸易战,会再起另有经济学家分析,美国是买方中共是卖方美国会占上风,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 29日表示,他会敦促川普总统向习近平提出法轮功及其他宗教遭到严重迫害,德国总理默克尔因坐机故障,造成缺席峰会一天,导致马克龙希望建立欧洲阵线对抗川普施先机。 2018年11月30日在阿甘廷布宜诺斯埃利斯举行的G20峰会全球领导人独缺默克尔党媒吹风穿袭会有望达成协议字。 由亚洲电台30日报道,习近平29日抵达阿甘廷首都布宜诺斯埃利斯,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习近平将在当地时间12月1日与特朗普总统举行工作晚宴。 外界关注在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之际中共会否向美国妥协,中共大外宣媒体多维新闻,周四率先透露中美谈判的部分内容,表示中共可能做出让步其他官媒如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一吹出和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云祥指中美摩擦已久。 两国矛盾是意识形态上的难以通过会面,化解,因为我觉得两国的这种矛盾已,经是带有战略性的竞争,不完全是贸易问题所以即使妥协,就是短时间的可能会妥协局部的。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可能比较困难,梁银响指,因为两国跟本体制不一样中,共有一定底线,但美国可能会不满意要求一直加码,总之就是不是特别乐观。 但是现在国内的媒体,因为元首见面吗?不可能一开始就说不乐观,那肯定不太好吧,肯定都觉得抱有很大的希望。 因为从中国的方面来说,一直想要缓解这个贸易摩擦,否则的话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川普占尽优势,贸易战美国会赢大陆媒体证券时报,日前采访玻璃大王,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 曹德旺表示据他所知中国民营企业倒掉一大片企业管理层白领的钱都买了股票,基金和房子因为上述投资,大亏本,大家都愁眉苦脸。 制造商和零售商正在关注,川习惠,PTM Images首席执行官巴斯,Jonathan,Bass周一,26日表示若中美双方没有达成任何交易,巴斯认为这种不可预测性将促使零售商立即转外包,从而使美国再次具有竞争力。 即使对于低成本商品也是如此,然而即使周六双方达成交易,这种不确定性,也不会完全消失,因为一旦北京不履行承诺,贸易关系很可能再次出现,中断如2017年4月中共在美,国提100日计划但没有履行一样。 中国大陆一处工厂流水线最难达成的是,要求中共撤回重商主义的国家支持政策,因为中共当局的议程,不仅破坏了美国在国外的竞争力,还削弱了美国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技术优势,从半导体到人工智能。 这都在威胁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 美国科技智库科技信息和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大纪元编译报道, 曾成功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西林,Gary Shilling周五11月30日, 表示可能中共会奋起跟美国来一场搏斗,或竞技会让事情变得麻烦。 但最终,他相信美国将赢得这场贸易战。 他说,在贸易上供应充足时,买方会占上风,而在全球贸易战的情况下,美国就是买方希林在接受商业内幕Business A-Side采访时表示, 如果你能在世界上找到足够的供应,充足的供应能力,大量的原材料等等,买方必占上风,而不是卖方因为买方拥有最终的权利。 而在全球贸易战背景下,美国是买方中共是卖方美国会占上风。 默克尔专机默克尔飞机故障G20峰会缺席一天发广中文网援引德媒报道称, 德国总理默克尔一行所乘坐的空客专机康拉德阿登纳号在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途中出发后, 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飞行,在飞到荷兰领空时出现了机械故障, 并决定掉头返航外界,认为默克尔的迟到可能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 希望在会议上组建欧洲阵线,抗衡川普的努力此外, 推友ZHIXIKWUZ在推特引述媒体报道, 欧盟将把批评移民的言论定为犯罪,对移民的批评将构成形式犯罪, 可以关闭为批评移民提供空间的媒体机构的。 EU is set to criminalize speech that criticizes migration. The criticism of migration will be a criminal offense. Media outlets that give room for criticism of migration can be shut down. A same lamp. This is what people want to bring here. BDW censoring is the start of 8pick. Twitter,come either kicks Kaya Jones at Kaya Jones, S,Nov.30,2018阿波罗网评论员网赌人恐怖佐诚, 这样了真是社会主义了。 反非法移民的批评声音, 当成仇恨犯罪处理言论管制了美国国会。 川崎会应提出法轮功受迫害问题。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 呼吁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在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近20峰会会晤期间,提出法轮功受严重迫害等议题, 我敦促川普总统,向习近平提出宗教自由议题。 希望他将法轮功,受严重迫害,及其他宗教议题, 作为与安全、捐济等问题,一并提出讨论。 CECC的共同主席,联邦众议员史密斯·Christ Smith 11月29日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北美明慧网报道,2018年11月9日 飞龙将哈尔滨和大庆1190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警方非法绑架, 目前84人依然被关押35人,或是阿波罗网灵异综合报道。